若望福音 第六章 这些事以后 耶稣往加里雷亚海 及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 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 都跟随着他 耶稣上了山 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 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临近了 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 就对斐里伯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是为试探斐里伯 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 斐里伯回答说 就是二百块德纳的饼 也不够每人分的一小块 有一个门徒 即西满伯多路的哥哥安德雷说 这里有一个儿童 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但是喂这么多的人 这算得什么 耶稣说 你们叫众人坐下吧 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 于是人们便坐下 男人约有五千 耶稣就拿起饼 注谢后分给坐下的人 对于鱼也照样做了 让众人任意吃 他们吃饱以后 耶稣向门徒说 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 免得糟蹋了 他们就把人吃后 所剩下的五个大麦饼的碎块 收集起来 装满了十二筐 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 耶稣看出 他们要来强迫他 立他为王 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 到了晚上 他的门徒下到海边 上船要到海对岸的格法翁去 天已黑了 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海上阴起了大风 便翻腾起来 当他们摇鲁 大约过了二十五或三十四塔敌时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临近了船 便害怕起来 但他却向他们说 是我 不要害怕 他们便欣然接他上船 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第二天 留在海对岸的群众 看见只有一只小船留在那里 也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一起上船 只有他的门徒走了 然而 从提比里亚有别的小船来到了 靠近五主注谢后 人们吃饼的地方 当群众一发觉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在那里时 他们便上了那些小船 往格法翁找耶稣去了 当群众在海对岸找着他时 就对他说 拉比 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寻找我 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 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 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 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 即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 他们问说 我们该做什么 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 耶稣回答说 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 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 他们又说 那么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 好叫我们幸福你呢 你要行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吃过玛纳 正如经上所记载的 他从天上赐给了他们食物吃 于是耶稣向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并不是梅色赐给了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食粮 而是我父现今赐给你们 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 因为天主的食粮 是那由天降下并赐给世界生命的 他们便说 主 你就把这样的食粮 常常赐给我们吧 耶稣回答说 我就是生命的食粮 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 信从我的总不会渴 但是我向你们说过 你们看见了我仍然不信 凡父交给我的 必到我这里来 而到我这里来的 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 因为我从天降下 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 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 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就是 凡他交给我的 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 而且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 因为这是我父的旨意 凡看见子 并信从子的 必获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使他复活 犹太人遂对耶稣怯怯思议 因为他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他们说 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岂不是都认识吗 怎么他竟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要彼此怯怯思议 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 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记载 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会 凡由父听教而学习的 必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 只有那从天主来的 才看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信从的人必得永生 我是生命的食粮 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 却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谁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 谁若吃了这食粮 必要生活直到永远 我所要赐给的食粮 就是我的肉 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 耶稣向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他的血 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 谁吃我的肉 并喝我的血 必得永生 在末日 我且要叫他复活 因为我的肉 是真实的食品 我的血 是真实的饮料 谁吃我的肉 并喝我的血 便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他内 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 我因父而生活 照样 那吃我的人 也要因我而生活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不像祖先吃了玛纳 仍然死了 谁吃这食粮 必要生活直到永远 这些话 是耶稣在格法文会堂 教训人时说的 他的门徒中 有许多听了 便说 这话生硬 谁能听得下去呢 耶稣自知他的门徒 对这话窃窃私意 便向他们说 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 那么 如果你们看到人子 生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 将怎样呢 使生活的是神 肉 一无所用 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 就是神 就是生命 但你们中间有些人 却不相信 原来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 哪些人不信 和谁要出卖他 所以他又说 为此 我对你们说过 除非蒙父恩赐的 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 他的门徒中 有许多人退去了 不再同他往来 于是 耶稣向那十二人说 难道你们也愿走吗 西满 博多路回答说 主 为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去投奔谁呢 我们相信 而且已知道 你是天主的圣者 耶稣对他们说 我不是拣选了 你们十二个人吗 你们中 却有一个是魔鬼 他是指 伊斯加略人 西满的儿子 尤达斯说的 因为就是这人 十二人中的一个 将要出卖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